恐怖賣豬仔 GASO爆緬甸如小福建 看眾港人語言能力高 作詐騙 到今早為止 我們已經接獲36名受害人的求助 當中包括32男、4女 年齡分別是19至57歲 而當中14名人士 我們已經確認人身安全和自由 東南亞詐騙集團以高薪招聘 實質賣豬仔的騙局浪潮 近日捲到香港 不少香港人中招 今天警方就交代了14個獲救港人 11個已經回到香港 未救到的22個確認安全 但懷疑是禁錮緊 其中9個失聯 聽說很多都是在KK園區 就是你們經常報導那個位置 就是他們那裡是中電閘 由2021年成立 專門對抗跨國電閘的美國非牟利組織 全球反詐騙組織 GASO成員之一的A小姐受訪就說 目前接獲5宗緬甸北部的受害港人求助 雖然去年都成功救出一個 在柬埔寨受害的香港女孩 但在緬甸北仍然未有成功救出的案例 很難進去的 救援行動都進不去 因為他們是軍政府管理 當地沒有那些 住領事館的政府去管制的 而且他們軍道嚴重 警察也好 政府也好 黑波也好 都被當地 的詐騙公司去收買 所以救援行動很難 他又解釋 當地詐騙集團 以台灣人和馬來西亞人為目標 主要因為懂普通話 在緬甸那邊的人 要在當地做這個詐騙 他們都是中國福建籍的 才可以在那邊做落地生根 開賭場生意 香港可能就是因為他們 英文號 他們沒有廣東省的人 應該說的沒有廣東省的人 所以他們都是需要有廣東話的人 所以他們現在發展到國際 澳門亦由於疫情 大批賭場裁員 失業大軍就被這些高薪厚的賭場廣告 壓到當地了 無論來自哪裡 都是做網上詐騙 女性就會被迫接客 和做酒店小姐 追不到數的下場 就是網上流傳的金固奠擊 若打甚至性侵 他們不只是女生被打 被他們被性侵 他們還要是打毒針 被他們吸食毒品 那有些已經是瘋了 已經是瘋到 西港發生很多些事 所以有很多女生自殺 跳樓 精神失常 很多男女都有 有性侵 還有很多本地 好吃 泰國和柬埔寨是中轉站 沒有業績 最後就會被賣去KK園區 甚至杜拜 送去黑市賣器官 讓杜拜的富商延續生命 台灣有一宗 有個富商 兒子被綁架 被騙他 在柬埔寨 用了500萬 人已經準備好了 當地的詐騙集團 他們都說 我救不到人出來 原因是因為 對方杜拜 已經用三倍的價錢 1500萬 去要他的兒子的器官 有緬甸小鎮 短時間內發現 百多條死狀恐怖的浮屍 懷疑就是摘取器官之後 公海飄過來的受害死者 對於保安局和警方 警方一再呼籲 仇困港人 可以打熱線 和用Apps 求助 A小姐說 根本不可能 在裡面求救 如果被發現 隨時沒有命 今年報告警察 過了幾個月 大半 過了幾個月 香港那邊 警察都沒有行動 警方今日指 抓了本地三男二女 懷疑是集團的骨幹成員 正被扣查 不排除有個別被捕人士 將會被落案起訴